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一下 盟友都没情说 其实以前有一条这样的经典牛仔虎 说真的,都是可以炫耀一番 但现在可能年纪大了 觉得都无所谓 是,穿不下 一个穿不下 二来就是 都没人看我 是吧 一大叔一个 原来 是什么呢 就是 李维氏牛仔虎 你知道 都是世界并 很潮 有些款 你知道有些款 炒得很贵的 你不要忘记 这个李维氏牛仔虎 原来 有没有因为 木村大臣而买回一件 没有 木村大臣的 501 那件就是 绝版了 就是因为绝版 所以卖不到 不好意思 你硬买卖到 但是没有这样的钱 原来 李维氏 他原来在波兰 有一家大厂 结果 波兰作为欧盟国家 你知道 你整服装能源 很重要 想不到 他们也宣布 11月 将会关闭 在波兰 中部这家 服装工厂 那这家厂 为什么这么有意 因为 其实是很早期 在波兰开的 已经是 营运接近30年 预计有650人 就会下缸 没工作 那 当然 因为这家 这么标志性的 工厂关闭 也引起了 很多媒体 去访问 总部位于 加州三藩市 这个 总公司 他们就说 真是没办法 关闭工厂的原因 第一 就是 请人来 第二 就是 两个字 成本 就是那两个字 成本 生产成本 很贵 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 这么老实 尤其是 武污战争之后 这个是现实 武污战争之后 能源价格是真的上涨 武污战争之后 能源价格上涨 而且波兰货币对美金 是走远等等的 这些高通胀因素 影响的 还有 找工人也不容易 原来这间公司 也挺重视这间厂 因为它很有标志性 也是在欧洲製造 这是服装制造的一间标志性厂 原来他们也发了官方声明 现在成本过高 成本两个字 当然是大了 不用说 因为能源成本很贵 做服装 一就是 劳动密集 第二 就是能源密集 没错 因为你经常开 你千万不要像冯德拉欣 老冯 不计成本 没有这件事 一定不会有 肯定是吹水的 绝对吹水 吹水他应该没有 他不知民间疾苦 你做就行了 对他的 贵族来说 就不用理会了 当然 看起来 原来 就是成本和通胀 公司在整个供应链当中 亦都努力确保灵活性 但是 当然看到财政的报告 原来他的产量都增加了20% 但是 产量增加20% 没用 因为他生产成本 是增加了25% 最不上 很简单 他就说 能源 天然气上涨 所以打仗 就是这样 而且波兰很早就说 不用你俄罗斯的东西 当然你不用之下肯定麻烦 亦都是 你知道 波兰货币对美金走远 其实就是美金强 近年来 其实波兰的通胀 亦都是異常地高 他比其他欧盟国家最高 在2023年2月亦都达到历史新高 就是18.4% 波兰的 实际工资在今年 亦都是 呈16年来最快的上升 这两样的能源和人力都是成本 所以就是成本 两个字 两样叠加起来 不是很多大企 顶得住 小企更加不用说 没错 当然原来 他们当地市长也很远色 因为始终650人没工做 亦都说高劳动力成本和高能源成本 令到他们这个城市的制造业很大 他们生产成本比亚洲国家昂贵很多 同时亦都是要 有650人下方没工作 都希望支援到他们 协助失业工人 另外他亦都要找一家大厂来代替 这个李维士的工厂 当然李维士这家厂也挺耐压 很耐压 原来 他 当然也是牛仔 牛仔报和牛仔库最出名的 他就是 1853年成立 他的创办人 原来都是 欧洲人 那就是由这个李维士 史特努斯 他原来就是德国人 从德国的巴佛利亚 是去到 加州的三藩市 就开设他兄弟 纽约 很搞笑 他本来是开这个 是干货的 业务 这个也挺好笑 本来买干货 打算开一家 这个 是西岸的分店 这家公司的总部 其实是位于三藩市的李维士港场 创办人李维士 亦都在1850年左右 去了三藩市 将原本用来制作 其实大家知道 其实他本来 这些这么粗糙的布 是做帐篷的 粗帆布 原来就有粗帆布替代 当时 是 採抗工人 的 这是第一条牛仔库 因为牛仔库内容 并且 是你知道 又是 就是洗脚都不吹 牛仔库 当然有 有些漂亮的洗脚都不吹 说真的 亦都成为了 抗工最爱的装束 当然 抗工有些人 穿得很帅 直到1990年代 这个品牌 其实亦都是 面临着 来自海外其他品牌 和比较便宜的产品 的竞争 在美国 加拿大 其实他们生产线 设施已经关闭 当然 就将那些厂搬 去大陆 美国 还有 对 你想想 为什么 会不在本土生产 没错 一两个字 说完 就是成本 就是成本 这么简单 就是成本 原来 19年 李维斯 重新 在纽约 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 当然 发行了3670万股 集资到是6.3亿美金 其中 这个李维斯 史特努斯家族 的成员就出售了1960万股 赚了3亿多美金 当然这个那么出名的品牌 其实他就很懂做promotion 他设计的东西是做得很好的 他是设合到不同的地区 找不同的代言 所以就找到 牧村大臣 当年是 风魔一时 潮流的指标 还有 牧村的 帆布鞋 还有 对吧 那些真是不扭 你想想 REED WING 你好像跟我说你有一对吧 不是 七对 不是一对 不同颜色 七对 不好意思 好 佩服 还有那个 牧村托灾 还有一对 conference 那些 那些 Funmers 也有 但不够 REED WING REED WING 打广告打得很厉害 很贵 那些版本很差贵 你那里卖再贵多几成 其实很多版本 代购还是怎样 很多版本 日本版本是最贵的 因为 牧村的小 另外说到波兰 波兰教育部也宣布 他们就说 仍然在学校之外的乌克兰难民儿童 九月份一定要在波兰上学 那老师专家就说政府要有配套设施 否则就难以适应 原来 根据一份最新一月份报告就说波兰大概有15万名的乌克兰儿童是没有在波兰上学 他们原来就是上乌克兰的网课 那乌克兰父母是没有义务将子女送到波兰的学校 他们有些是从远程教育那里接受乌克兰教育 那另外一些家长就叫小弟哥在两个教育系统当中学习 在波兰上学同时在远端也都学习 乌克兰的课程 因为不想忘记了他们祖国的母语 原来截止到2月底波兰教育系统有28万名乌克兰儿童 那针对教育部的公告其实他们也都说 就是波兰的教育系统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是就是老师的能力因为没有人能够教导这些人乌克兰语和乌克兰历史 否则波兰的学者完全是和乌克兰不同的 尤其是9-11年级波兰是要准备入学考试 在波兰的乌克兰难民学童 就未必适应到 这件事真的很难搞 因为你硬让他上升 你又不够老师 又不够师资 看回波兰业界怎么说 原来波兰教师联盟的主席 如果不把教育系统准备好 把全部责任推在老师身上 又没有匹配没有资源的话 其实老师很难应付 可能要考虑一下 在波兰开始乌克兰学校 那当然两年多 其实有600万人就是逃出乌克兰 波兰大概有160万乌克兰人 那我相信 应该最后都可以解决到 另外 还说一说 之前涂斯克 波兰的总理就以为亲欧店 没想到这个波兰法律与公正党 现在看来可能会赢得地方选举 所以他很难搞 这个也挺好笑的 因为他 现在已经很难搞 因为波兰的 总统和总理是来自两个不同阵面 经常 就是 唱反调 所以涂斯克 如果他输了这个地方选举 他真的是绑手绑脚 看回暂时来说 这个得票率 法律与公正党 就有33.7% 当然完全是未定 涂斯克就是亲欧派的公民论坛 就有31.9% 还有是执政联盟另外两个党 第三路线 和新左派就有13.5%和6.5% 另外极有党派就有7.5% 投票率又不算高 可能大家都是对 选举热情冷却 但是如果涂斯克在这场选举当中 是败北 的话 其实他就 所谓亲欧路线 就不敢走 因为他之前 你知道 之前波兰的农民 就是和乌克兰 这些农民是对着干的 是吗 涂斯克也不敢 不敢 狗撑这个欧盟 因为 他担心反世 没错 你看看多少波兰的农民 先来 没错 他拖奶机 他有多热情 没错 闻屋闻到我们没得了 没得做了 是啊 一切大本了 是啊 舍水呀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还贝点赞 还贝点赞 星辉